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繼續來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一支嘉賓都是郭Sir 郭Sir 你好 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電話旁邊有張小姐 張小姐 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一下現在的3988 在甚麼位置買入好我想買入 好啊 中國銀行未有貨的 郭Sir 上一節都有講過3988 其實買現價的話都算是便宜的 如果是的話 你建議他甚麼價位去買入是最穩陣的 其實一個月的低位是四個優一 相對現在來說都是上弱的 形態就比較偏弱 由4.56跌下來已經跌了十幾% 講走勢我覺得有點弱於其他建行和公行 但是股價呢 4.1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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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買4.2買4.8 都是差幾分錢而已 如果你說最緊要就是高台購買低位 現在缺來的高台已經跌了十幾%了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心買的話 最低限度現在應該買第一注的了 買到4.1買到4.1和4.1都是差一個先的 問題是排隊還是照價拿的 有心做中線的部署不需要介意那一個線 如果你說當我們買五萬股 現在就買一萬股或者兩萬股先 那些問題呢 我想知道它會不會再去回 有沒有機會去回三個多個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要看個後市的 因為現在市來到這個水平 到底是跌多五百點還是升回五百點 是沒有人會知道的 但是說到基本面來說 老實說市是不明朗的 包括人民幣的貶值可能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政策 市場的看法可能會略大保守 如果突然間有些利淡的消息出來的話 拿下去低一點也絕對不出忌 四個幾年錢的股票 毫多指的反覆已經可以見到三個九毫多了 但是你是中場線持有的 你唯有分階段買 他未必會見到 或者他可能會見到 沒有人會知道的 真的沒有人會知道 因為現在這分鐘債市又沒有成交 也沒有動力 但是我自己覺得 來到現在這個價格 估值已經吸引了 即是說 就算你作下跌 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四個五五六跌下來 已經跌了十幾個百分比 如果你相對一年的高位 五個六毫八到現在這分鐘 更加跌了接近三十幾個百分比 講調整什麼都夠了 嗯 好啊 明白的 我們來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陳先生的 陳先生你好 是 你好 是呀 陳先生剛才是否問過 就是敏華控股的 是呀 沒錯 我想知道什麼價位入 還有人民幣那道跌 究竟是會不會再跌下去 跌深一點點 是否定是環市已經停了 因為我這隻股份 人民幣的接同性 都有一個關係 是 因為它是出口股 那你也是想問買入價位 是嗎 是呀 沒錯 沒有貨的 馬華控股就八角一毫半 今天升超過百分之四 郭Sir 陳先生都想了解人民幣的走勢 就是眾說紛云 講人民幣貶值的原因 每個都說不同的 有人就說救經濟 人行方面的解釋 就是貼上市場價格 就不是想干預的 那如果是的話 你覺得敏華控股 接下來的走勢是怎樣 什麼價位吸納會比較好些 我想就太低就沒有了 現在來到現在的分鐘 就真的要看人民幣的匯率 我自己個人純粹我個人看法 人民幣匯率是還會再跌的 是還會再跌的 如果還會再跌的話 對出口股來說 應該是比較正面的 那如果你有心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就分階段買 不過可惜的是 一個月的低位是6.51 那你現在去到現在的環境 一個月的低位上 你已經升了20多個百分之 有一點好像賣高了的感覺 相對一個月或者一個星期的高位 在八角色會議來說 他現在處於一個聲後 一個正常的消化和調整之中 由於在匯隊方面他有優勢 人民幣如果真的要調的話 他是做美元區的生意 他當然是受惠 所以股市場都是看得比較進取 再看看股值方面 14倍的市盈率 息率是有7厘 這個黃值其實不差 條款是對的 也都適合一些中線的部署 相對一個星期的低位7.09先 已經升了十幾個百分之 願不願意高追 就由你自己來決定 但再說 人民幣的回率再漲一波下調 對他們來說是有利的 因為他收的是比金 郭Sir 你覺得人民幣已經三天 調整了半成 調整完美的 還是你覺得 還可能有調整的空間去到多少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人民幣的匯率還要再下跌 第一就是當然要自己的出口 那你回對方面 如果你回了2% 其實吸引力是一般的 你看歐元這幾年下跌了多少個百分之 三十幾個百分之 你看英英 70跌到1、2、4個對美元 就是說現在的客人來說 相對人民幣來說 他都只是一個高台 其實跌2% 只是說大家覺得 那麼多人民幣都是升的 升完就橫行 橫行完就再升 不跌的 那麼現在這一刻 可能告訴大家 就是一個中期的升值的勢頭 已經是告一段落的了 往後就要看經濟的表現而定了 如果內銷的市場都是受影響 或者內需都是不理想的話 不排除人民幣 它還會進一步向下調 這個當然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郭Sir 其實人民幣貶值了 除了1999敏華控股 還有創科都是出口股 還有利峰 這些弱了很久的股份 現在都可以抬頭 你對於494和669的看法又是怎樣 先說494 估值不算高 11倍往即市評論 但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明白 現在的消費模式已經變了 很多都是網購的 所以變成傳統的出口 未必可以拿到太多的優勢 這是此其一 第二件事就是 說真句 直到現在利峰的股價 雖然有少許反彈 但嚴格來說 都是在一個月的低位 上方的10%左右 屬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又反彈沒有大升格局 早前6元的防守性很強 但只有失手 現在這一刻來說 有少許斷定了 但如果要反彈的話 我想我就不會考慮到利峰了 尤其是海外一些名牌子的收購 令到公司的財政狀況 可能都會有所上升 最重要是收回來的業務 可不可以有個貢獻 有個增長 但到這一刻來說 這方面的表現都是強差人而的 所以對利峰的看法 我一直都保守 這麼多年來我都沒有推介過 至於669的情況 其實跟1999的情況很相似 它是出口去美國、外地的地方 人民幣貶值對於它都是利好 669的情況你又怎樣看呢 剛才那隻敏華 因為做家事 始終一些靈幕的家事是很貴的 美國有很龐大的需求 其實不單止美國 環球都有很龐大的需求 至於創科 就讀一些電鑽、電器那些 燒去美國 如果你說不介意股價 好像高了一點的話 就撐低一點來買 不過以22倍市場率來說 我都覺得股價略為高了一點 近日來說 由29.9跌下來 已經累積的跌幅 已經有一個多元錢 因為事實上來說 創科股價一直都是一浪高一浪 很少見到一個明顯的回調 介不介意少少反覆 如果介意的 就暫時等等 一個星期的低位27.2 看有沒有辦法 你落到27.0的時候 才會作作部署 如果不介意的 分階段慢慢買 不過老實實 一定要中線的 千萬不要部署 我今天買 明天有錢賺的心態 明白 好了我們聽最後一個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李小姐的 李小姐你好 我想問753和10000 753就9元有貨 想問現在有沒有交貨 10000就14.8有貨 我想問哪位交付好 14.8 高位買入的了 1000014.8有貨 現價10.92 升幅是靠近2% 現價還可否去交貨 還是低一點才去下一類交貨 我想先等等先說各行 其實人民幣的匯率下跌 對他們來說影響很小 因為各責航班比較多 不過無論怎樣 市場對這個航空業的板塊 都是看得比較負面 尤其是一些航空公司 它的外債以美元來計算 那美金升值 你不是真的 相對人民幣要給多些 反過來 在內地銷售的飛機票 你是收人民幣的 那人民幣會率會下跌的話 多多少少會帶來一定負面的影響 這一點你要留意了 但是直到現在這分鐘 我自己覺得 中國為了要維持經濟穩定的增長 很大機會 或者刺激的內需 很大機會 人民幣的匯率會進一步下調 所以任何的部署千萬不要急 如果只是說技術上的走勢 大家可以做一個理性的分析 因為這些黑天鵝事件 突然間爆發 就難料 但一般情況之下 都不會天天有黑天鵝事件 不會天天有的 況且有很多內地的一些企業 各有的企業 現在正在進行一個重組 各方面的改革當中 多多少少有一個憧憬 但是如果你說 布住今天賣明天有錢賺的心態 你會吃虧一點 因為整個大市現在沒有氣氛 那幾百億 升的幅度不夠你轉身 跌的老老實實 很多時候基於一個心態 不跌我不走 不升我不走 跌我就先拿著 沒有問題的 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問題是你跌多久才行 你跌一日升上去 就沒問題了 你跌足兩個三個星期 投資信心是會受到考驗的 可能到最後一些 比較短線少少的炒作 去到最後全部都要輸錢離場 你小心點 九元有貨可以混合嗎 我就建議你暫時觀望 老實說 我不知道你的現金狀況是怎樣 如果你說你還有比較多些現金在 我當九元買了一萬股 現在七元了 我會建議你先買五千股 但如果你說你是十萬元的錢 你買了一萬股已經九萬元了 剩下的錢 只能夠買一手兩手 那就無謂搞了 寧願觀望算數 好 一百零零我們快回答 這隻十四個幾號貨 十個九號六 還考不考慮交貨呢 其實中交界我就看得比較正面 因為一帶是國賊 還有這個法推行最受惠的 本身應該是中交界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低跌 因為要看後市 其實來到這一價 你十四元當你買了五千股的話 現在無論如何都要買多一千股 好 謝謝郭Sir的分析 和你做回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請問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的 謝謝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回到全日總結的環節 待會再見 你 我們轉